新消息是由輸出國組織與 奇盟國最近會商決定每天要減產兩百萬筒 好讓國際油價回升 並維持在高檔的價位 三個月之前 這國際油價還在每桶一百二十元 美元的價位 如今市場擔心經濟衰退 原有需求量會下滑 使得油價跌到大約是每桶九十 美元的位置 然而油價下滑 影響產油國的收入 因此促使油國 同意減產 此外為了削減西方的制裁 訂定俄國石油價格上限的效應 俄國也打算要減產了 這兩股的力量加成效果不容小覷 因此美國總統拜登強力遊說 殘油國不要減產 不過目前看起來成效不正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